高雄市長要補選 但是國民黨的參選 李梅珍今天北上 那麼特別到臺北 跟林盛文朱立倫 講莫安拍照片 同時要請一說 如何打選戰 這饒來這麼多的藍營大佬 那麼就沒有看到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被遇到這個敏感問題 聽聽他怎麼回應 分力向上跳 後腳還不忘勾起來 年紀六十歲的前新北市長 朱立倫特地撥控 跟同黨的高雄市長補選 參選人李梅珍合拍定裝照 但不只朱立倫 還有國民黨男神 立委講完安 單早戰力擺出衝刺姿勢 但兩人似乎平衡感都不好 不停左右搖晃 重心不穩 下盤訓練明顯不足 讓現場工作人員笑了出來 而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 連社文則是跟李梅珍 拳頭碰拳頭 但兩人好像太嚴肅了 似乎有種尷尬感 李梅珍拼補選 不在高雄跑行程 而是特別北上 跟國民黨大咖拍定裝照 李梅珍剛才也非常的認真努力地拍了很多很好的照片 不過找了藍營這麼多大咖 怎麼就是不見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是不是李梅珍再度擔心被貼上韓國瑜2.0的標籤呢 韓市長的部分我還是會去跟他討論一下 然後也是要跟他請教一下未來 我看看他如何他的想法也是要尊重他 你是韓國瑜是怎麼代表 是誰喔 呃沒有什麼代表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創造不一樣年輕的感覺 替國民黨改頭換面 是不是韓國瑜復仇戰 韓國瑜的代理人 團隊成員試圖不讓李梅珍回答 但他還是做出回應 或許就是要跟韓國瑜劃清界線 記者 三文報導